日前在新北市新莊區有律師事務所遭到不明人士砸磚頭 那麼根據當事律師說了 他過去曾經跟藝人搶長的爸爸 揭發了假買屋真炸財案件 因此讓這個主嫌陳國帥遭到了判決入議 那麼他懷疑這回砸磚頭的嫌犯 很可能是對方的小弟 警方在接獲報案之後 調遇了監視器 積極在追查嫌犯身份 入議 黑衣男子手裡拿著磚頭 另一個人緊跟在後 他們鬼鬼祟祟的走向一間律師事務所 突然間男子奮力的把磚頭砸向事務所 玻璃雖然沒破 但仍舊傳出巨響 磚頭都碎了 他們還不罷休 一度想闖進屋內進行二波襲擊 但玻璃門打不開 他們只好作罷 快閃逃逸 犯案過程快很準 不到一分鐘 但是是什麼深仇大恨 讓這雙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怒砸律師事務所 大概知道是 呃 之前承犯那個 賈買屋真詐財 就是跟那個藝人搶牆爸爸 一起協助他揭發那個 賈買屋真詐財案件的那個 主謀那邊的小弟 根據黃律師前後比對 懷疑這是一起 新舊仇恨交織而成的警告事件 當初他與藝人搶牆爸爸 揭露詐騙犯陳國帥 在賈買屋真詐財的房屋糾紛 陳國帥遭判決 需入獄後已經潛逃 10月6號有不明人士來表示 要進行法律諮詢 想要約黃律師出去 但黃律師詢問案件細節時 對方一時回答不出來 突然表示不諮詢了 但過不到一小時 卻又突然打電話來 表示想要法律諮詢 黃律師因為只處理反詐騙 以及不動產訴訟案件 因此選擇拒絕 沒想到17號就有人直接找上門 砸磚頭警告 黃信報案人稱有兩名不明人士 是磚頭 我丟職其經營事務所強化玻璃 玻璃沒有破 我已向警方提告恐嚇及迴損罪 警方已經調閱監視器影像 鎖定兩名犯嫌身份 積極查氣中 是官司造成了俠院報復 還是另有藏鏡人 得等犯嫌落網案情才能明朗 記者藏榮宣新北報道